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阿富汗可以说一夜变天 在新闻里,我们看到阿富汗的机场、马路、银行、边境线上 全都挤满了想要逃离的人群 而想要逃离阿富汗的除了当地老百姓 还有很多国家的外交人员 韩国驻阿富汗大使说 8月15日,他就接到了通知 塔利班已经逼近到距离他们大使馆 仅有20分钟车程的地方 他联系平时关系很好的几个国家的大使 很多都已经不接电话了 销毁重要文件后 他连随身的衣物行李都来不及收拾 便急忙赶到了喀布尔机场 他等了整整两天 才在8月17日勉强登上了盟友美国的军机 因为登机是美国人优先的 与此同时 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 很多国家都关闭了驻阿富汗大使馆 那么你一定要问,中国呢? 答案是,仍在正常工作中 前几天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瑜拍了一张照片 五星红旗依旧在喀布尔高高飘扬 甚至塔利班方面也承诺保证中国使馆的安全 19日一早 中国商人余勇到办公室时 五、六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在和同事攀谈 其中有一位是现任法拉省省长的父亲 于勇的公司在法拉有个隧道项目 这几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此行来告诉他 与上一任政府的合作项目将由他们负责对接 塔利班给公司发了新政府抬头的文件 并向他保证经营安全 在办公室待了半小时 这几名武装人员还顺带宣传了一下新政府的政策 未来的阿富汗将是一个禁毒的国度 他们欢迎于勇和他的中国朋友来阿富汗承接开矿项目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子弹又不长眼睛 为何中国大使馆能在连天战火中被保护得这么好 嗯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回答 有一个故事或许能给出答案 1993年 阿富汗也是处于激烈的内战中 状况非常混乱 很多国家都关闭了大使馆 当时的中国大使馆距离阿富汗总统府特别近 经常有火箭弹打到院子里 为了安全 中国大使馆被迫撤离的所有人员 只留了两位当地雇员看守使馆 一位是原定阿里 一位是司机尼玛图拉 离开前 中国外交官对两位阿富汗雇员说 如果六个月后形势好转 我们就回来 在连天炮火中 这两位阿富汗人依旧坚持每天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五点下班 哪怕没有人监督他们 也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全力保护着中国使馆 有一次塔利班进城了 还闯进了咱们的大使馆 想要掠夺物资 手无寸铁的阿里 勇敢而坚定地和拿着枪炮的塔利班士兵对峙了几个小时 这是中国大使馆 是中国兄弟的使馆 虽然中国人不在 但我帮他们看守 你们要想进去 就踩着我的尸体进去 塔利班士兵被阿里坚毅勇敢的神情吓到了 又想到这里是中国使馆 心里有些忌惮和犹豫 终于还是走了 阿里为何如此卖命 是因为职责所在 更是因为中国人待他不薄 在中国使馆人员还没撤离时 阿里的工资是每月4万阿富汗币 约合10美金 使馆人员撤离时 主动给他涨到了6万 并且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的工资 6个月后 阿富汗局势依旧混乱 中国大使馆的人员无法如约回来 但也想办法把钱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发到了两个雇员手里 这种仁义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比如这次英国大使馆 就在撤退后迅速辞退了100多名阿富汗当地雇员 被骂是谢莫杀驴 而为中国服务的两位阿富汗人则幸运得多 中国大使馆不但一直没有解雇他们 后来阿富汗货币持续贬值 使馆还将工资的支付方式改成了美金 并逐步涨到了每月80美金 正是靠着这笔钱 阿里和尼玛图拉在持续多年的战火中 好好地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事实上 曾以为半年后就能回来的中国外交官 一直到八年后 才等到驻阿富汗大使馆副馆 而他们回来后惊讶地发现 存放在库房里的所有物资全部完好无损 即便生活在战争与贫困之中 这两位阿富汗雇员 也从未想过将咱们的东西 变卖成钱 他们说中国人离开时 我们向他们保证会照看好大使馆 我们必须履行诺言 后来 时任外长唐嘉玄还邀请他们俩来北京旅游过 而直到现在 已经六七十岁的老阿里 依旧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扫地当园丁 尼玛图拉也继续干着他的司机 大使馆每一年的新年合影中 都能看到这两位老朋友的身影 事实上 一个外国雇员能在别国大使馆里干四十年是非常罕见的 比如一些欧美国家 每隔几年就会清退一些当地雇员 以防他们对使馆情况太了解后 有出卖信息的可能 但是中国大使馆不愿这样 中国人更讲人情 也更重义 守信 我们更愿意用真心去换真心 哪怕只是跟平弱国家的两个普通百姓 很显然 我们也赢得了对方的爱和尊重 而在国家层面 中国对待阿富汗也是如出一辙 最近有一个帖子特别火 叫做中国是怎么对待阿富汗的 作者整理了二十年间 我国援助援建阿富汗的一些主要事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援建的帕尔望水利工程 至今仍在灌溉着阿富汗宝贵的农田 中国在阿富汗援建的小学 中学 大学 职业技术学校 让千千万万当地的孩子 有了读书的机会 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阿富汗普通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们大多对中国特别友好 而一位在阿富汗的中国商人说 阿富汗的生活用品 如盘子 碗 锅 床铺 地毯等 大多是中国制造 我的一个阿富汗朋友 小时候就常用中国产品 当时他不知道China 还以为是个产品名字 后来才知道是个国家 看了这些网友们都特别感慨 一些国家在阿富汗来了又走 留下遍地疮疑 只有中国傻不拉几 默默无闻 几十年如一日地 在这里搞扶贫 促经济 纪录片《我的青春在思路》里 讲了中国企业援建阿富汗的故事 中国企业不仅为阿富汗建设了学校 医院 道路 水利工程 还给很多阿富汗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因为连年战乱 阿富汗民众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人民币六千元 但中国企业给当地故宫开出的工资 却能达到每月两千元的水平 技术工人为四千元 还有加班奖金 一位名叫希尔的当地故宫 就是靠着这份收入养活了一大家人 他全家十一口人 只有他一个在工作 女儿又在生病 全靠在中国企业的收入 让他能在这艰难乱世 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这位愁苦的父亲对中国人十分感恩 对这些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来说 中国人和中国企业 就是在打造弹坑中的象牙塔 在危难时刻 给予艰难生活的他们 莫大的帮助和慰藉 然后我们说 一个近期出现频率特别高的数字 2.26万亿 从2001年9月11日 美军正式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 20年时间里 美国一共投入了2.26万亿美金 在阿富汗战场上 要知道 咱们国家实现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 所花费的资金是以千亿元计的 也就是说 2万亿美元 过我国脱贫至少100次了 阿富汗有3800万人 如果把这笔钱分给他们 每人可以拿到5万美元 但是这样一大笔钱 却被投入到了战争之中 而换来的是一个国家 长达20年不休的战乱 使3800万无辜百姓 生活在恐惧和苦难之中 是无数家庭骨肉分离的人间惨剧 而美国自己也因此背上了巨额的战争负债 中国的做法更温和 不会动不动就挥舞大棒 证明自己厉害 中国更友善 愿意帮助别人 且以别人更能接受的方式 中国更懂尊重 坚持平等互利 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而这些不但真真正正地帮到了阿富汗 也赢得了阿富汗人的好感 中国的外交原则 也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